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卡外盒也有服药科数与相对颜色的提醒 请您确认药物剂量 科数是否正确 15毫克白色 20毫克粉红色 确认服药时间 一天两次 每次服药需间隔8小时 饭后60分钟内完成服药动作 若是忘记服药时 请直接跳过忘记的剂量 从下一个剂量再开始服药 请绝对不要一次服药两次剂量哦 若病人即将在早上饭后 开始第一次服药丝服抹衣定 请将A标示撕开 若病人即将在晚上饭后 开始第一次服药丝服抹衣定 请将B标示撕开 接下来为您示范实际操作方式 以下为举例说明 您的实际用药剂量 仍需以医师的处方为主 举例说明 病人一天需服药丝服抹衣定 总剂量110毫克 两个20毫克 一个15毫克 早晚饭后各服用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晚餐后服药 选取正确总科数的泡壳卡 若病人即将在晚上饭后 开始第一次服药丝服抹衣定 请将B标示撕开 撕开部分泡壳卡被交 将一片两排15毫克 白色药片 对中直线剪开 将一片两排20毫克 朗斯服抹衣定 粉红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晚餐后 靠右两排洞 完整贴满 将一排15毫克 白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晚餐后 最后一排洞 完整贴满 将一片两排20毫克 白色粉红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早餐后 靠右两排洞 完整贴满 将另一排15毫克 白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早餐后 最后一排洞 完整贴满 撕下剩余 被胶 将泡壳卡 对折年牢 填入服药日期 及数量 完成后 放入泡壳卡外盒 第一次早餐后服药 选取正确 总科数的泡壳卡 若病人即将在早餐后 开始第一次服用 朗斯服膜衣定 请将A标示撕开 撕开部分泡壳卡 被交 将一片两排15毫克 白色药片 对中直线剪开 将一片两排20毫克 朗斯服膜衣定 粉红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晚餐后 靠右两排洞 完整贴满 将一排15毫克 白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晚餐后 最后一排洞 完整贴满 将一片两排20毫克 粉红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早餐后 靠右两排洞 完整贴满 将另一排15毫克 白色药片 对准泡壳卡 标示早餐后 最后一排洞 完整贴满 撕下剩余被浇 将泡壳卡 对折年劳 填入服药日期 及数量 完成后 放入泡壳卡外盒 让师傅如何安全服药 从泡壳卡外盒 取出一份完整 泡壳卡药定 请直接从泡壳卡中 将药定压出 搭配一杯温开水 完成服药 注意事项 若是不小心服药过量时 请立刻联络医师 或是药师 护理师 若是忘记服药时 请直接跳过忘记的剂量 从下一个剂量 再开始服药 请绝对不要一次服药 两次的剂量 请务必每日固定一个时间 测量体温 及早发现体温变化 若是发现发烧38度以上 发冷 喉咙痛 咳嗽等症状 请立即联络医师 或药师 护理师 若有其他同时服用的药物 请务必事先告知 医师 或药师 护理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